修罗武神 第六千七十八章 玉宗的忌惮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只是听到白李子玲的话后 寂寞千周却沉默了 上次抓仙海鱼儿 终归是暗中行动 可白李子玲现在要做的 却是光明正大的现身 这让他也是有些为难 因为眼下 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可现在那些身份在他之上的大人们 又恰好都在闭关 并且 他也不知道闭关的地点在哪 他想寝室 也是找不到人 并且偏偏在那些大人闭关之前 又下达过命令 那就是让他们都安分一些 除了正常寻找天才种下玉因外 不可做出格之事 白李子玲 想这个时候出现在大众视野 相当于违背那些大人得到命令了 千周叔说 连你也不愿帮我吗 白李子玲问 子玲少爷 我当然支持你 只是此事非同小可 还是询问一下大人的想法 若是大人同意 那就算古派反对 咱们也不在乎 吉莫千周这话 已是表明了立场 不用其他人同意 只要白李子玲的父亲同意 他便可以为了白李子玲赴汤蹈火 只是对于这个回答 白李子玲并不满意 千周叔说 我父亲此次闭关是为突破 若不突破不会出关 也不知何时才能出关 但我不想再等了 反正天下人本就知道我玉宗 没有了七届圣府的戒天然 整个浩瀚修五届 又有哪个势力 能让我玉宗忌惮 我只是想让世人知道我而已 真的这么难吗 白李子玲问 子玲少爷 其实我玉宗最忌惮的 乃是远古种族 有一件事 乃是我玉宗之内的秘密 连你都不知道 多年之前 在你娘亲刚刚怀你 而你还未曾出生的时候 你的父亲 以及那几位大人 曾在一座遗迹内 遇到过一位神秘的高手 那人的实力极强 你父亲与那几位大人联手 都不是那位的对手 是动用玉主大人留下的质保 才逃过一截 听到这里 白李子玲也是目录好奇 那人是谁 是远古种族的人 这件事 他确实第一次听说 可据他所知 玉宗的实力极为强大 尤其是那几位中立派的大人 深不可测 而他的父亲 也是后来居上 又成为玉宗的一大战力 玉宗的整体实力 是极其恐怖的 是远远凌驾于各方天河霸主的 正因如此 其实在他看来 七届圣府也不足为惧 他之前甚至不理解 玉宗为何迟迟没有一统浩瀚修武界 可现在 竟有人击败了那几位大人 以及他的父亲 这打破了他的认知 不知是谁 也没有露出真容 但此人武力极其刚猛 不像是当今浩瀚修武界 任何一方势力的人马 因此几位大人猜测 很可能是远古种族的高手 吉莫千周说道 远古藏得这么深 百里紫灵若有所思 是 远古种族到底有怎样的力量 如今还是未知数 至少能够确定 现在出现在事业中的远古种族 看似强大 实则根本无法代表远古种族真正的力量 而当今时代 神之时代出现 这浩瀚修武界 必然要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我玉宗 向来只做自己的事 不参与浩瀚修武界的争斗 因为只要我玉宗是成 这浩瀚修武界 自然也就无人是我玉宗对手 可现在这种时期 就算我玉宗不插手他们的纷争 也难以保证 就真的能过得安生 实际上 天下人 视我玉宗为邪门歪道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我玉宗之所以能安然无恙 凭借的也是实力 若是没了让人忌惮的实力 那必然会有人以正义大棋为幌子 对我玉宗出手 这件事 借天染就做得出来 借天染这个人 实力一直有所隐藏 但我们猜测 他的实力就算有所隐藏 也必然没有强到 足以撼动我玉宗的地步 否则他早就动手了 可此次神之时代 他的表现竟盖过了一众小辈 尤其是在楚风离开神之时代后 他似乎是最有机会 获得神之时代力量的 若真是被他得到这力量 他绝对会对我玉宗出手 当然 除了借天染 远古种族那神秘的高手 也同样是危险 这也是为何你父亲 以及古派 以及中立派那几位 会在这个时候闭关的原因 为的不只是修炼 而是为了我玉宗 让我玉宗能够自保 能够活下去 吉莫千周语气沉重 因为未来局势 确实连他都感到不安 白李子玲没在说话 可那个眼神 不像是想放弃的意思 显然他的这些话 相当于是白说了 于是吉莫千周继续劝道 子玲啊 如今大人们都在闭关 若真的出现意外 我怕我保不住你 千周叔说 您不已是天神镜吗 一个区区处风 有何可惧 白李子玲问 子玲少爷 你怎么没听懂吗 我不是惧怕那楚风 也不是惧怕当今失礼 而是怕远古种族 还有隐藏的高手 没有进入神志时代 也还留在这修武阶之中 子玲少爷 我们只要一直在暗处 那起码是安全的 可若是暴露 那便将直面危险 吉莫千周道 就比如那楚风 白李子玲忽然问 吉莫千周先是一愣 但却也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是 可他不也没死吗 他都做得到的事 难道我就做不到 白李子玲问 子玲少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这件事 我真的做不了主 吉莫千周很是为难 我已决定 除非千周叔叔将我拦下 否则 我会让世人见到我 白李子玲此话说完 便闭上眼眸 继续疗伤 唉 吉莫千周则是长叹一声 他的脸色竟颇显无助 他自然不会阻拦白李子玲 可却也害怕 白李子玲遭遇不错 大人 可就在此时 远处传来声音 是狱中的一位狱将 正向此地飞掠而来 此时吉莫千周 本就心情不好 他不能对白李子玲发火 这个时候 有人送上门来 简直就是让他发火的 但他刚想愤怒地开口 那位却已然说话 不朽心欲 有变化了 听闻此话 吉莫千周顿时脸色大变 就连白李子玲 也是猛然睁开双眼 甚至站起身来 本章完